HELLO 大家好 我是HIMANN 隔了幾個月之後 2023年的春季我們又出發去東京 今次的行程都會舒服一點 沒這麼說 最主要是想去看看東京的早櫻 除了最旺的櫻花季 3月尾4月再有 如果撞正時間2月尾去到 其實某些地方都已經開了櫻花 我們今次就一起去看看 今次我們過來也是住在池袋的Hotel Nimanu 然後現在就進去Check in了 上一次住完這間酒店之外 除了覺得它很新淨 地理位置都是十分好的 去不同的旺區都是很方便很快的 但是因為我們真的很遲才訂房 所以只訂到上下隔床這個房型 不過房間的空間仍然是十分足夠的 開了兩個大行李箱也可以 還有一個小客廳 基本上要用到的東西都齊了 我們已經到了熱海了 今天天氣還要非常好 是藍天白雲 然後熱海車站一出來 後面這個位置就是一個竹湯的地方 這裡是有布毛巾機的 每一條是100日圓 就可以買了才過去浸 而是東京更加一個非常有名的浸溫泉的地方 所以一出來就立即有竹湯了 去到的時候周圍都是溫泉旅館 也是日本本地人可能選擇短途旅行的時候 會選擇的地方 溫泉水就是在這個位置流下來的 旁邊就會有木的椅子 可以坐在這裡 出來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商店街 有點像沖繩和深齋橋的感覺 一條街內就有不同的東西買 會有雜貨、會有食物 還有在這邊周圍會有Poster 會有櫻花、還會有梅花 我們現在先去找了食物 今早到現在還沒吃過飯 來到之後會看到很多日本人都會開車來 又或者拖了一個行李 他們應該都會過來熱海 可能浸一晚溫泉吧 翌日才走 除了浸溫泉之外 二月尾這邊也會有少量的櫻花開了 不過我們這次主要不是在這裡看櫻花 只是下車吃個午餐 而熱海最有名的三樣東西 除了剛剛提到的溫泉之外 第二就是海鮮 第三就是金木雕 這次就特意在附近選了一間 都好像挺高分 很有名吃金木雕定食的餐廳 一放下來已經聞到很香了 然後它的金木雕燒得好像很好吃 我們這次找的這間就是吃定食的 我的魚生飯都看起來十分不錯 如果大家會離開熱海的話 都推薦可以來試一下 金木雕吃得出它很新鮮 它的處理方法令它一點都不會腥 還有煎過之後整條魚是很香的 它的口感是微微脆薄薄 由東京市中心出發 坐了差不多兩個多小時才 終於來到我們最終的目的地 就是河津了 河津櫻就是東京近郊來說 最早開的幾種櫻花 其中只一種 一般的櫻花通常都是3月底4月初開 但是河津櫻在2月左右就已經可以看到了 比較特別一點就是它的尺寸會偏大 還有顏色也會鮮艷一點 這次去東京的時間 撞正了河津櫻花 所以就算遠一點都特意坐車過來看 我們就在東京來到河津了 出到車站 應該是全部都是櫻花 今天上網看 它說應該是開了八成左右的這個程度 如果是過了幾天來 就會開到爆了 一組烏斦 一組烏斑 一組烏斑 就一組烏斑 好大雨你 是個很大的冰 我們現在包包到整條頸筋包上了 但是來到是很漂亮的 我們逛了全天都超好 突然來到才這樣 差不多日落的時候突然超級大雨 還要下下下的時候變了下冰 摸下去是硬一點的 但是去到現場看的時候 仍然還是覺得很漂亮 而且覺得有另一番風味在 天落左右太大雨我們就走了 沿途坐車的時候其實景點是超級漂亮 如果去東京不是想每天都逛街買東西購物的行程 很推薦去熱海或者河津這邊留一兩天 順便可以浸一下溫泉 然後回到東京市區之後 我們就去了銀座吃東西 再吃上次都很喜歡吃的沾麵 好吃到會來吃第二次的 詳細介紹就是之前的東京Vlog 記得要去看 今天超級大晴天 一夠雲都沒有 前兩天我們打算去新宿魚園看櫻花 誰知道原來星期一是休園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四月一去 我們就選了第二天早上再次來到新宿魚園 在新宿的東口進去就會最近 因為其實整個園區只有幾棵櫻花 是現在這個時間開的 去遠遠小小的河津看櫻花之後 帶回大家在東京市中心找遺數不多的櫻花 新宿魚園2月尾的時候也有幾棵櫻花 包括有韓鷹會有何俊鷹 我們就選了今天過來看 我們就選了今天過來看 進來之後主要都是看這棵櫻花 下面有很多人會圍觀這一棵 為數不多的櫻花 它其實開得也挺漂亮的 但是它比起之前看的河津英 它好像會淡色一點 給大家看看遠景大約就是這樣 當然河津英去到現場看會漂亮很多 震撼很多 但是如果你不想坐這麼久的話 其實在市內來看一看過一下人都OK的 剛剛看完這個新宿魚園的櫻花 我們下一站就會去代代目公園 一樣都是由小亮櫻花 就想和大家一起看 在元宿站或是明治神宮前的站一出 走大約兩三分鐘就會來到代代目公園 而且它是小狗也可以 看到這裡有一隻 然後那邊有兩隻超可愛的 這裡的巨紋也是有櫻花 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究竟有沒有 相比剛剛的新宿魚園 這邊就是免費入場 代代目公園今年已經是一個 開園150周年 剛剛我進口走了大約五分鐘左右 就來到後面 看見到很粉粉的一片 就這麼遠看 它比起新宿魚園那邊 都是開得多很多和漂亮很多 嘩 超美的櫻花 很多本地日本人都來了 有些是幫小狗拍攝寫真 看見到嗎?這隻 好可愛 有些是小朋友特地穿了和服來拍照 去代代目公園之前 完全沒想過這邊是開得那麼漂亮的 而且它的數量都挺多 有十幾棵 然後圍成一個圓形的區域 非常集中 而且站在中間拍照的話 是完全會拍到前前後後都有櫻花 來到直情覺得好像櫻花旺季一樣 在附近找了一間很有名的咖啡店 它的咖啡是被評為日本最好喝的一間 來到東京想喝咖啡 除了本身也很有名的Blue Bottle之外 近來這間在代代目公園附近的咖啡 看到也有很多人過來試 其實它是一間來自挪威的咖啡 而東京這間就是他們第一間的海外分店 《紐約時報》將它評價為 最值得坐飛機去喝 以及世界上最好喝的一杯咖啡 不過我自己喝完之後 就覺得它真的偏酸一點 雖然喝下去也是很順 不順暢 但就不是我自己喜歡的咖啡味 出發去下北閘 逛逛街 之前逛的一些二手古著店 款式不算很漂亮 而且風格不太好 打算今次再去發掘一下 下北閘就是東京一個看古著 非常出名的地方 之前也來過一次 但沒有找到很漂亮的款式 這次來到依然有點失望 因為他們每一間的古著店 在賣的牌子真的差不多 多數都是Polo、Champion、Like 來來去去的款式或顏色 都是差不多 不算很有尋到佈的感覺 但這邊無論是吃東西 又或者買東西的確是便宜過其他旺區 超大份 叫了餃子定食 六粒餃子再加超大碗的白飯 進了一間下北閘 有些人可以來收集卡的食堂 多開一點 這個是黑白色的 沒什麼走的情況下 我們又去表參道那邊 順便快吃我期待了整個旅程的 蘇多啤梨蛋糕 排隊排了四個字之後 我們就進了來表參 那間食蛋糕超級出名的店 之前好像見過家人都吃過 下午大約五點鐘左右 它有些蛋糕款已經賣光 我們就叫了一個蘇多啤梨的期間限定 讓我嘗試一下 如果你很喜歡一些很奶油的口感 會喜歡這個 我士多啤梨不是選到最甜的士多啤梨 因為它要配上這個忌廉 所以它是選了一些偏酸的士多啤梨 如果你只吃一顆士多啤梨 就會覺得它是酸酸的 之前吃開的那間 它的忌廉是偏香清爽一點 即是你含了進口裡 它就一下子化開了 但好像這個這樣的吉士醬 你含完進口裡 它還是有那種實在的口感 而最底的位置就是一個海綿蛋糕 它的吉士挺好吃的 很香 去到晚一點的時候 我們發現池袋也有這間很有名 以及在銀仲每次調隊都很長的雞湯拉麵 它是一個忌廉雞湯的口味 以及比較厚身的質感 麵質和雞我覺得就沒什麼特別 湯是挺鮮挺好吃的 不過如果要排隊排一個多小時的話 我覺得這間就可以skip了 在東京的最後一天就選了去上次也有去到的Sibuya Sky 不過上次因為是晚上去 就看不到日透的藍天景 今次就特地再去了 如果是旅遊旺季又或者是星期六日的話 建議大家一定要上網買著票 吃完飯之後我們就最後衝刺去了逛街 今次就去了Human Made Crossover Blue Bottle的一間cafe 貨量比我想像中更多 買了的東西就遲些再跟大家做開箱 這次就去二樓 二樓就是買一些美妝的產品 這次去到東京的最後一餐 我們就預約了一間在人形丁的Omakase 塔比諾上面的評分也非常不錯 而且剛好可以預約到位 去到的時候也感覺到它是一間很樸素的店 不會像現在大熱的網紅店 很多堅密那種 而師傅也是很認認真真去做那一塊壽司 味道方面是好吃的 材料也新鮮 但是說不上是超級驚喜 我自己最有記憶點就是它的海膽 還有它那個蝦也是很好吃很鮮甜的 以這個價錢去吃的話也是正正常常的 而店的氣氛就是給客人自己去聊天 慢慢吃飯那種 算是吃得挺舒服 而且吃得挺開心的 終於回到酒店 已經是晚上的十二點半 最後就去Donkey那裡衝刺了一下 買了一些腳貼 然後買了一些蒸氣發熱的 貼在小腿或者肩膀的貼貼 這次這條的東京Vlog暫時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可以給個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follow我的社交平台 不要忘記按channel 我出了片 第一時間就會通知你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